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一起泡新闻 APPM98.1 News9898新闻台 今天进行的单元孙维新 谈天国际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前馆长 孙维新先生现在还在美国 哈喽 大春兄好 我们各位听众 声音都非常清楚 精神也还好吧 晚半月一点钟 这个准备什么时候回来 快了快了 还好把一些事情安排一下 就能够起早回来 大家共赴国难了 而且我知道你非常关心 我们节目的单元 尤其是内容各种 涉及到活动的问题 尽管现在不在国际自然科学博物馆服务 可是只要是跟科学跟博物馆有关的活动 你都还是不会放掉 春季展望演讲第五场 要赶紧做个介绍 对 据我的了解 博物馆现在都已经暂时修管了 但是我们在台大所办的展望演讲系列 因为这学期一开始 这个系列我们本来就是采取线上进行的 所以也不受影响 那马上就要来的是这个礼拜五六月四号的晚上啊 要做了一场演讲是大机器小粒子 迈向物质核心之旅 邀请了中央大学物理系的郭嘉明教授来做讲解 讲什么呢 讲是我们现在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努力啊 终于比较清楚的知道物质的核心结构是什么了 不过大春兄这就牵涉到了在瑞士日内瓦 跟法国边缘的那个大强子对撞机 我想可能很多人都会听过大强子对撞机 可能会产生微小黑洞毁灭地球 那是好笑的啦 但是这个大强子对撞机 那是85国的8000多个科学家合在一起 花了80亿美金做出来的 那前一阵子2012年2012年2012年 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希格斯粒子 似乎发现了希格斯粒子 对然后2013年两位恩格勒跟希格斯 那就得了诺贝尔奖 所以看起来这个大强子对撞机 还的确真的是给出好多物质基础结构的资讯来 可以比较清楚的告诉我们 这个大强子对撞机出问世之后 对于我们之前所理解的什么分子的结构 里头的原子合理 什么什么外面的电子里面的中子和直子 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冲击 对它看得更细 看得更细 它不去管那些电子或者原子核了 它看原子核里面的直子 那这个大强子对撞机 我的天啊 它非常巨大 光是它整个圆周 这一圈的圆周的周长就是27公里 那所以从过去到现在一路走过来 这些对撞机啊 各种各样的加速器对撞机啊 那其实要求很简单 就是你做的越大 能量越高 就能撞出更多物质基本的组成来 那它这里面很好玩 它用的是直子加速 大天兄直子是带正电的 我们原子核里面有直子跟中子嘛 那外面电子带负电很小 直子是电子的1840倍啊 所以要加速直子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加速电子还比较容易 因为直子很重 但是呢 它能够用两圈直子速 也就是一圈绕27公里 另外一圈绕27公里 可是两个直子 虽然都是两圈都是正的 它可以把它反过来 一圈逆时中 一圈顺时中 没有别的意思啊 没有别的意思 一圈逆时中转 一圈顺时中转 两个对面迎头相撞 那产生的物质呢 分析了以后 其中有一项成果 就是细格斯粒子了 也就是说 我不知道我们其他领域的人 每次谈到了做加速器 做对撞的这些科学家 老师用一些比较世俗的描述 去描述他们说 他们的行为实验是真粗暴啊 只要能量够高 就能撞出更多东西来 但是这是不得了的一个 巨大的那个实验 这个大强子对撞机 是在瑞士跟法国的边界是吧 对 瑞士跟法国的边界 虽然说 它有好多地面上的建筑啊 是在法国 但大多数地下这个环的是在瑞士 所以它是个整个地下的一个东西 地下50米到100米的一个巨大结构 然后用超导磁铁啊 用超导磁铁 然后用要冷却才会有超导嘛 那是用液态氦 不是液态氦的 液态氦是零下的190度啊 液态氦是零下的270度了 所以是不得了的大工程啊 本来想说 06年07年就能够工作的 但是不断的出状况 后来一直到后来 2010年 11年才开始真正投入啊 那修改了好多次 但终于是有成果了 那现在这个中央大学物理系的国家民教授呢 就是针对这个大枪子对撞机 看能够跟大家做一个深入浅出的介绍吧 时间是6月4号星期五晚间7点到9点 依然是线上报名收听是吧 对不用报名 直接线上点直播网址 展望直播网址进去就可以听了 好 春季展望演讲第五场 好的 接下来关于我们的天文学的消息 2021年的超级Blood Moon 来看看超级的 大学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呢 可能很多台湾的同仁们有兴趣的 那天都有看了 我们上回在节目里说了 5月26号晚上 是5月26 对然后月初代时 也就是月亮从东边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被拾了一半了 已经被多半都被地球阴影挡住了嘛 那到后来到7点多的时候 有那么十几二十分钟时间 整个在地球阴影里头 是一个红色的血月 是 那然后等到地球阴影移过去以后 它要慢慢恢复它 洁白无瑕SK2的面庞了 但是大真兄 为什么我想我们今年 我虽然不在台湾了 但是感同身受癌 好多同仁们都特别喜欢 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去年的舞台剧 科普勒里面 真实写到了科普勒小时候 一次6岁 被他妈妈从床上叫起来 去看大会星 那另外一次是9岁 被他妈妈拉出去外面 到院子里头去看血月 科普勒的母亲很厉害 不让孩子睡是吧 对 他的母亲 大真兄 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他的母亲 是很凶悍的 虽然说不是 你说不是受了很高等教育 什么知识分子 但他对孩子的教育 看到自然现象 就会把科普勒拉起来去看 那那次是血月 因为只要是月全时 整个月亮就变成深红色的 我们以前说过好几遍 太阳光经过地球大气 等到绕射以后 蓝光绿掉了 遮瑟到别的地方去 剩下红光落在月球表面 所以即使月球在地球阴影里面 我们看得到 但颜色是深红色的 但科普勒自己说了 一次6岁的大会星观测 跟9岁的血月的观测 让他对天文产生了无穷的好奇 到了他晚年的时候 大军兄其实我觉得 这个真的是因果循环 他妈妈带他进入天文的领域了 到最后他担任了 神圣罗马帝国的首席 皇室首席数学家 可是那个时候 到后来他妈妈被邻居控诉 说是女巫 要绑上火星架烧死 那科普勒那时候 还千里迢迢赶回家 牧连救母 那他的法官看到这是皇室数学家 乖乖的就把他妈妈给放了 所以我在那舞台剧里面写到这句话 说妈妈说没有想到 当年我带你 把你叫起来看天象 今天你能够用天文的知识 这个才是真的一报还一报 对对 我觉得很好很好 所以看了 这次看的这个血月 尤其他就很近 所以他们叫超级血月 更有感了更有感 没事没事的只是又不小心提到了过去的事情 是 这个当然提到的不只是科普勒的过去的事情 也是您的编剧和演出的事情 是吧 这个不能忘记 随时提醒一下 对对对对 好 那关于血月啊 这个月亮绕地球的轨道可以说一说吧 月亮绕地球的轨道是这样子 大学兄您说的真好 因为我这一天到晚都在网络上做一些打假的工作啊 最近呢 我们在好多群组又看到了一个疯传的影片 只有只有十几二三十秒啊 是 说在俄罗斯跟阿拉斯加中间的北极圈里面 所看到的月亮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有的 有很大的月亮 对很大的起来 然后横过了太阳前面 然后一下就落下去了 十几二十秒吧 说这是很难得的 难得看到的 天文奇景 是 简直是天文鬼扯 嗯 说一下 那个真的 月亮跟太阳啊 嗯 月亮环绕地球的轨道 有近有远 近的是三十五万公里 远的是四十万公里 是 所以它距离差上百分之十二左右 可是我们一般人看不出来的 嗯 那太阳离开我们 刚好是月亮距离的四百倍 是 可是太阳的直径是月亮的直径的四百倍 嗯 所以在天上太阳跟月亮是一样大的 嗯 怎么可能会有个那么巨大 哎 只有半度 月亮的直径只有半度 那这个影片里面出现的大概是五十度 嗯 如果月亮出现是五十度地球旁边的话 那我们早就世界末日了 嗯 也就不用上六十九八了啊 是 但是你看那个月亮表面亮亮的还有兔子从地平线上升起来 嗯 但是它是横过太阳前面的 对 大学兄 如果横过太阳前面 那就是日全时的概念嘛 是吧 嗯 那如果日全时的概念的话 日全时只有在朔初一的时候才会发生 是的 因为它横过太阳前面 没错 可是这个时候地球上的人根本看不到 看不到 月亮的亮面 嗯 因为月亮的另一面被太阳照亮 嗯 冲着地球的这一面根本是黑的 你完全看不到月亮 怎么可能那个巨大的月亮 从地球旁边升起来以后 嗯 横过前面又落下去 到处都是错误 那个影片 不是到处都错误 到处都看得出来 是模仿好莱坞的特技 那时候我最近看了很少 就是很多人转给我 但是我没有转出去过 我说没有问过孙维新 没有问过孙维新 不能够随便转月亮的图片 或者是影片 对对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有值有量有多文 谢谢谢谢 嗯 不满登月飞船合约 由SpaceX独得 美国国会提修正案来杯葛 哎 这个是政治介入啊 对啊 那个是贝佐斯嘛 我不常讲那个美国 这个Aaron Amazon的贝佐斯嘛 对 他一直希望他的蓝色起源 Blue Origin啊 能够用那个登月 叫做Blue Moon 蓝月 是的吗 Blue Moon 用他蓝月贪污船 能登月呢 本来三家厂商在竞争 美国这个标案 那NASA说了 那我们可以做两家 先收两家进来继续比较 结果NASA前一阵子钱不够 直接只收SpaceX 是 那所以贝佐斯原来以为 我至少好歹第二名嘛 总可以进到决赛圈里头去 国家队 没有想到负债就被干掉了 所以他发挥他的影响力 你知道多少国会议员帮他讲话 去质疑NASA 然后叫NASA现在呢 又得要重新思考 到底要给几个人 我觉得这是很典型的 自己做不出来 又不让别人做 这现象 可是如果有两家做 再怎么样都可以 彼此刺激和竞争 这不会是 这不就是美国人 在世界各地 搞一个反对势力 以便取得他最大的美国利益 他不是经常这样干吗 他现在在美国也应该这样干呢 但是这种大型研究计划 我们以前在NASA工作的时候 是很习惯于这样的做法 也就是他收第一期计划收进来 可能30个计划 那等到30个计划 审过一遍以后 剩下5个 他们就要说了 进到短名单了 那这5个里面 给你一些钱 大家都做一做 再看成果 那最后可能就剩下2个 2个最后拼出1个来 最后一定会出来1个 但他那个1个要出来 是到最后的时候出现以后 他就拿到所有的钱了 那能够进到负赛跟准决赛的 其实也拿到了一些钱 可以做事情 那现在我想贝总是很不爽的是 出赛刚结束 他就被干掉了 虽然他的效率很差 速度很慢 可是呢 他他即使如此 还要把那跑的前面人拉下来 不让前面人 不知道该怎么说 对 所以你在你看来 就SpaceX应该是唯一的胜出的 而且应该集中资本去支援SpaceX 是吧 对 因为到目前为止看到的 马斯克承诺的 他是做得到的 那无论是贝佐斯的蓝色起源 或者是巨大的波音公司 已经到官僚化的波音公司了 他们所承诺的都做不到 在他们答应的实现里面做不到 所以呢 那我相信NASA把赌注压在SpaceX上面 对于他有限的经费来讲 是正确的决定 但是问题是 你科学的决定搞不过政治的压力 你觉得这是政治的压力吗 就是贝佐斯运用的是政治的压力 可是马斯克他运用的是资本的压力 对啊 你知道原来NASA原来是希望 这个登月的登月的这个设施 要拨款33亿美金 是 那结果呢 那NASA的署长去要求国会半天 今年才给了8.5亿 那所以呢 你资金有限 NASA没有办法再给两家了 所以NASA说国会给我的少 我就只能给一家 那结果 那国会这边又受到了贝佐斯的影响 又回去去 然后国会又给他压力 我就不知道这真是乱打一锅粥 而且看起来这条新闻没有什么科学内容 接下来 洛克希德马丁根通用汽车 联手替NASA研制2024年的月球车 这里面有没有值得认识的科学内容 这就有了 这就有了 比我们刚刚讲的要好太多了 对月球车 那这个月球车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起来重返月球 你除了火线之外 你还是希望有车子在月球上面可以跑的 你现在车子上了火星都能跑了 月球上面过去阿波罗15号 就曾经带了个月球车上去在那飙车了 我们大学兄 您看过那个图案 那个照相没有 但是呢 那现在NASA要求月球车 能够载人 商业物资 还有可以开到偏远地区去 等一下 月亮 月亮上有什么偏远地区 它每个地方都是偏远地区 它可能讲的是背面 对不对 不会 它不会开到背面去了 能够开的地方真的是有限了 那它只要有能够活一百天就可以了 那所以洛克希德马丁跟通用 他们原来是军火商的大军火商的 是 他们现在也是看到这个商机就投入了 那希望能够跟NASA合作这件事情啊 好 那可是洛克希德马丁跟NASA已经合作了有 有没有50年了 是吧 通用也帮助过这个NASA开发 最早期的月球探测车 现在再去做探测车 到底在它的技术方面有些什么样更新的内容 对 其实大春您这样提了以后 我真的想到我上课的时候 常常会提到几个火星任务啊 嗯 里面有一些卫星 跟一些网月球的任务 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做的 是 那当然以前有些火星任务出 出了披露也是他们做的 那细节咱们就不用多说了 有些很荒唐的那些过程跟错误啊 但是大家反正就从中学习嘛 那现在看看了 看看它的月球车到底最后花落谁家 我是觉得奇怪的 他们怎么连这个登月的火箭是炒成这个样子 月球车未来是不是也会有问题 待会还有另外一条新闻 也是跟月球车有关系的 好 先我们把月球车搁在一边 先看看电影 对不对 我知道你想极烈想讲电影 国际太空站拍电影 俄国抢先美国拍出了 不是戏剧 是真的太空片 谈一谈 大队兄 您还记得原来我们说过 好莱坞要把谁送上太空吗 Tom Cruise Tom Cruise 今年是多少 去年是58岁 今年不知道多少了 那送上去以后 你可以想象那个好莱坞的大片 一定非常壮观感人又刺激的 我一点都没兴趣 我认为俄国的那个 女演员36岁的漂亮多了 大队兄 你讲话也很直白啊 我完全不知道那个片子干嘛 我也不知道她的科学内容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她所谓的真太空面 真实太空面 跟戏剧有什么不同 但是我注意到那个女演员很漂亮 36岁的俄国知名女演员 那还有一个37岁的知名导演 俄罗斯就决定把这两个人 今年10月就送上去了 所以6月份就开始要训练了 大队兄 6月训练 三个月的时间就已经打包要上太空来 他们要去太空站 然后在那边拍片 那个片子暂时叫做挑战Challenge 所以呢你看到倒是那个女演员 跟普丁的合照 我没看到普丁 你只看到女演员 坦白讲 你眼光看不到普丁 你小心别给送西伯利亚去 可不可以告诉我 到底这部片子 既然说它跟一般的 这个像什么太空救援 或者这些 好像不见得有关 它是一部真实的 在太空发生的片子 有具体 较为具体的内容吗 没有 没有 到目前为止 他并没有公布 他这个电影要怎么办 所以阿汤哥也不会说 因为他一说就破梗了 所以他的整个电影结构是怎么的 谈的是什么东西不知道 而是说俄罗斯又抢先美国 好来无一部 先把人送上去拍片了 也就是过去我们看到的 阿波罗13号电影 你看到Tom Cruise跟其他人 不是Tom Cruise Tom Hanks Tom Hanks跟其他人在太空舱里 也是飘来飘去 然后走来走去的 但是那就是在 我们所说的 Zero G 零重力的飞机上拍的 那个飞机做 拋物线的运动 每段时间 大概十几二十秒 是零重力的 所以他们就利用 那个零重力飘起来 感觉上是很真实的 那现在 二话不说 不用飞机的 直接到太空站 美国跟俄国 竟然从他的科学科技军事 达到了电影这块 我忽然之间有一个点子 我等一下告诉你 孙伟欣台年单元 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前馆长 孙伟欣先生在我们的线上 也在 他实际上在美国 哈喽 孙馆长 大学兄 你刚才提到了 汤姆汉克斯的这个 这个电影 也就是阿波罗13号 对不对 对 你现在讲到他 我就突然想起来 他演过一部片子 叫做Saving Private Ryan 就是拯救雷恩大兵 是不是 抢救雷恩大兵 对 抢救雷恩大兵 如果这一次的 俄国人拍的片子 叫做Searching Captain Tom 多好 他就说 Tom Cruise跑上去拍电影 结果被找不 就找不到他了 然后我们俄国人呢 想办法来找他 这给他一个很大 这个编剧点子还不错 Searching Captain Tom 那就真打起来了 我跟你讲 大军军如果这样拍的话 美国人就应该限制说 那你拍片 你只能在你俄罗斯那块 你不能到美国这块来了 然后美国又会拉着加拿大 日本 上面加拿大也有 日本也有他们的餐 可是我们一点 一点都不要否认 这两个国家 现在拍这两部片子 根本上既不是戏剧片 也不是纪录片 它就是政治片 对不对 对的确也是 的确也是 美国人也要拍太空战的电影 俄国人这一次也是 是吧 反正 反正就是说 我会觉得是这样 你会不会觉得 观众的口味是越来越重的 所以你看到了 汤姆·汉克斯那样在飞机里飘一飘 已经不够了 你现在需要到太空站上 因为那是真正的无重力 微重力状态 然后人可以飘来飘去 你可以持续在那边 中间完全是一刀未剪 可以从一镜到底的 我觉得那个东西的感受 是完全不一样 等于是说把所有的观众 带上国际太空站去 体验那边的生活 也应该了 大军兄 大家就快要出去了 以后上国际太空站 就变成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了 你总是这么说 飘来飘来的 汤姆·汤姆斯都70了 俄罗斯 可以啊 俄罗斯不只是拍电影 他计划要制造一台 核动力的太空船 前往木星 这怪怪 我们来讲 我觉得这个很厉害 俄罗斯 对 不只是月球 金星 木星 他要发射核动力太空船 对 大军兄 我们过去这二三十年 最常听到的核动力 是什么东西呢 发电厂 对 这是发电厂 核动力的设备 最常听到的是 核动力的潜艇 跟核动力的航母 航母跟潜艇 都是需要大量的能量 尤其是潜艇 它有核动力以后 它就不像柴油浅舰 需要浮起来换气了 柴油浅舰 因为它烧柴油 它需要有气 能够换气才能烧 所以它就必须要浮起来 然后启动柴油以后 冲了电 再沉下去 等到电块用完了 又得浮到水面来换气 但是后来有拉一个呼吸器 可是那呼吸器在水面上 那看到一清二楚 就是一条白线 所以后来搞了核动力以后 它可以沉在水底下 好半天不出来的 那没有想到核动力 不是没有想到的 迟早以后核动力 都会发展到太空船 我小的时候就看过 日本人画的漫画 叫沉默的舰队 Quiet或者Silent 沉默 就是不吭声 那个时候 在漫画里面 全球各个大国 当然它也日本人画的 就包括日本人也在内 都有核动力的潜见 对不对 但是现在是这样子 核动力的太空船 我们以前也说过 像麦特戴蒙在火星上面 像刚刚你讲的 那个是抢救雷恩大兵 麦特戴蒙 是被留在欧洲战场上的 那下一部电影的 火星任务里面 它被留得更远 留在火星上面了 那它就有一个动作 是过去把地上的 那个核融合的 不是核融合 一个核反应器 把它挖出来 那作为加热 因为火星上面很冷 但是大家会觉得 有核反应器 那你现在俄国人 发射核动力 不是没有什么稀罕吗 我还真稀罕 为什么 因为美国人 除了1965年 送核动力出去之外 其他的都是消耗性的 核反应器而已 也就是说 你有一个核燃料 钮啊或者是布 你摆在一个箱子里头 它自己会衰变 自己会衰变呢 它就会释放热量 所以一般过去 比较温和的核反应器啊 也就是美国人 多半做的事情呢 都是消耗性的核电池 但是呢 如果说真的讲到了核动力 用核反应来做核动力 那就是核电厂的概念了 那你就是有燃料棒 你可以插进去 可以拉出来 可以真的是让它产生 比较像样的 有规模的核反应了 所以它其实也还要 美国就希望在2027年 在月球上摆一个 一万瓦的核反应炉了 这真的反应炉 不是消耗性的核电池了 那俄罗斯呢 在过去二三十年 它已经发射了 三十多个核反应的装置 到太空里面去了 所以它已经 也就是说在太空之中 它有发电的能力吗 就是发出 对 但两个都是 就是一个核电池 它就是靠热量 衰变的热量 那如果说是核反应的话 那就类似一个反应炉的装置 它是有核燃料棒的 是 所以太空里面 没有非核加园那种概念了 你如果不用核 能永远走不出去的 所以呢 那么现在俄国人 美国人说是 一万瓦十千瓦 俄国人要搞一个 五百千瓦的 五十万瓦的核反应炉 是 那希望能够坐在太空船上 去到下一个星球 那要到月球 到金星 然后甩到木星去 最终的目的是 最终的目的是木星 对 但是你月球跟金星 都有很大的战略价值 跟科学意义 但我觉得很重要的观念是说 它有了这个能量 它就可以持续加速 这四个字 改变了游戏规则 也就是过去 为什么我们到月球 要两天到三天 到火星要八个月 就是因为 你在地球上持续加速以后 到最后 那个上面的卫星盘出去了 你就维持那个速度 一直到你的目的地为止 但是你路上 因为你没有 没有那个燃料可以持续加速的 但你现在有了核反应炉的话 和反应的反应器的话 那是不得了 你可以持续加速 那它持续前进 持续加速的 速度可以变得很快 所以原来说 你到月球去一个round trip 来回大概三年到四年 那加了这个核反应装置以后 它就变成一年来回 可是太阳能跟核能 在太空之中比较起来 仍然是各有优势吗 对 它没有 太阳能其实没有办法比 尤其你是往外太阳系去 我们上次说过了 木星是5.2倍的天文单位 土星是10倍的天文单位 那你是5.2的平方分之一 跟10的平方分之一 到了土星那边 太阳能就变成1%的地球上的 所以你太阳能板 是完全不能用的 而且你当然在太空里面 没有阴天的问题 可是你的太阳能板 你需要实时调整它 让它垂直的对着太阳光 那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而且太阳能板 你再做不了多大 那你还要把电纯在电池里头 那不像核电池 它就已经是一个 不断的产生热量的电池了 所以核能在太空里面 核反应装置也有使用年限的问题 你走到外太空 你10年12年以后呢 它其实可以用很久 那个核燃料的电池 在原来大尊重您记得吗 我们最早讲 那个美国60年代 发射出去的太空船 像先锋几号 Pioneer 10 Pioneer 11 还有航海家 Voyager 1 Voyager 2 他们都是用核电池的 然后持续到之前不久 已经四五十年了 都还在往地球传讯息的 对 那俄国人现在比较保守说 他们这个叫宙斯的核反应炉 寿命是10年到12年 我给你只说说就是了 恐怕它可以用到30年到40年 是的 好的 这个是讲到了美国跟俄国的这个核反应 核反应装置 在太空之中的核反应装置 另外中国的天舟二号和新太空战交汇对接了 前一阵子不是很热闹的 那个大陆长灯五号什么火箭掉下来吗 它就是把天河的那个核心舱送到轨道去了 没想到隔着不了多久 货运的飞船天舟二号 已经要跟那个天河舱对接了 是 这个消息是5月30号已经 是不是已经对接了 已经对接了 所以它对接了以后呢 天舟二号就把航天员的生活物资 那些东西都带到那边去 人还没有上去 但是这些相关的设备都带上去了 这是天舟嘛 是 对我们讲神舟是要带人的 天舟是在祸的 是 这个国际太空战 目前是在2030年会结束使命是吧 对 对国际太空战以前讲是2024年了 但现在又推到2030年 不过大军兄您记得吗 以前讲2024年各国都没有钱了 大家都不愿意拿钱出来了 是 所以很可能2024年以后 国际太空战就商业化改成商用 大家谁出钱让谁用 所以企业可以上去用太空战 但是那个东西已经是一个 不是一个很积极的合作伙伴了 到了2030年必须要退伍了 那个时候再往下掉地 到2030年 整个太空之中 如果还有人类的太空战 恐怕就是中国的太空战 中国还有俄国 俄国也在做 俄国也在规划他们自己的太空战 因为跟美国合作 但是他没有盖吗 还没盖 这个俄国还没盖 那中国现在已经把天河摆上去了 天洲这边接上去 那另外一边神洲就会把人带上去了 那两个各重20吨 所以他是相当大的那个 那个配搂的 所以他现在也是在准备 要把三个太空人送上太空了 所以他就用神洲12号发射了 总之在2030年以前 真的有可能有一段时间 天空之中只有中国人的太空战 稍后片刻 马上回来 台北FM98.1 News 9898新闻台 6月1号星期二 孙维新谈天单元 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前馆长 孙维新在我们的线上 孙管长现在人在美国 但是关心很多天上的事 包括中国的火星探测车 开始在火星上漫游 不过我们先把火星放一边 这个你刚刚提到了月球车 对不对 我想急着想要连接起 NASA的Viper月球车 好像要在2023年 要登陆月球南极了 对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说坐那个车子 对 那是另外一个 这个Viper呢 就毒蛇了 新一代的月球车 要用4亿多美金去坐 然后2023年发射 摆到登陆到月球南极上面去 那所以呢 希望能够去探测地下水冰啊 什么的 但是这个Viper呢 跟我们常常讲的说 什么阿波罗15号 人驾驶的那个车子 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 那个人驾驶的车子 那是在里面持续发展 什么洛克西德马丁啊 对对对 但是这个Astrobotics 就它是一个全自动机械化的车子啊 Viper 那它可以走到非常深的 不见天日的陨石坑底端去找寻地下水冰的 所以它的目的就是找水冰吗 水冰当然很重要 这月球上面 它除了月球的水冰之外 它还找月球整个的土质地质分析啊 看看什么地方可以盖房子啊 然后哪些材料能够用的嘛 那这是一个NASA要做的一个全自动的月球车啊 无人探测载具 不过看起来Artemis计划 如果被美国国会那样耽搁了 要给不给给SpaceX还是谁的 所以它2024年Artemis计划回去 广告不是很容易的 那这一个Viper是要带到Artemis上面的 是 还有啊 除了这个Viper之外 日本也会送一个 会变形的机器球到月球上 这是怎么回事 对 这就是我原来讲过的 日本在去年的时候 他们那个年轻公司iSpace啊 当年参加了什么 那些Google的那些竞赛啊什么的 没有任何队伍成功 但是日本呢 出现了一个年轻团队 哎 做了几年以后 它可以开始拉得到一些生意啊 那到台湾来呢 也能够在代理美国 比如SpaceX的发射服务啊 日本的发射服务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们待会有一个新闻 讲中央大学 跟这个代理商呢 已经签字了 签合约了 那明年 2023年 2022到23的时候呢 会把一个东西 台湾小东西送到月球上 这是我上次讲的 能做 我们就可以做 其实门槛并不高 但是呢 日本自己本身 iSpace在这个之前 它就会把一个球形机器人 送到月球上去了 先介绍一下这个球形机器人 再介绍台湾好吗 它那个是科技跟玩具 合在一起的东西 这球形机器人上去 当然可以做很多 月球探测的工作 但是它本身 整个球只有250克 很轻 很小 很轻 很轻 我们说一公斤是2.2磅嘛 所以说250克的话 大概不到 0.6磅 0.7磅的 很小 但是这个球形上去以后 它又拉长了 变成药丸的形状 变成药丸形状 然后里面有一些 对对对 变形机器人搞到月球上去了 那球形落上去以后 很轻的 它自己拉长以后 里面会伸出东西来去研究月球的土壤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尝试 iSpace那个公司 我觉得有点像是日本的SpaceX 很努力的做一些创意跟冒险 那如果它做成功的 这个市场就是它的了 至于中大和 也是日本合作吗 SpaceBD公司 就是这个 同一个 它就代理iSpace的发射服务 那iSpace已经讲了 这很有趣的 讲的是说 它可以送一个登陆月球的太空船 上去落在月球表面 同时开出一辆月球车来 然后把上面的小房间都空出来了 谁要谁出钱 一公斤多少钱 那反正你半天要价就地还钱 谈好了以后 你的东西摆上去 就可以到月球去 是 那么中央大学 太空科学和科技研究中心 又跟这个单位怎么合作 对对对 我觉得很好 是因为台湾的整体的国家太空计划 在深太空这一块 DeepSpace没有规划太多 在第三期里面 但是呢 很多人都已经觉得 你连印度也去了 以色列都去了 泰国的高中生都开始做登月的东西了 我们为什么不去呢 所以这是为什么中央大学 从学术的角度 他就想把小东西摆到月球表面 就跟这个iSpace 跟在台湾这个代理的 能够谈合作了 希望能够在明年 后年的时候 就能够把台湾的东西摆到月球表面上去 有没有比较更具体的研究目的 当然中央大学本来在做的是飞蜀号 前一阵子不是有飞蜀号吗 是 那那个飞蜀号跟玉山 后来飞蜀活的玉山就不见了 那飞蜀号做的是电离层的研究 但是呢 这一个要做的东西上去以后 我猜想可能是跟通讯比较有关系的啦 因为中大持续 中央大学持续是过去 从90年代开始 一直是国家太空中心的主要支持者 所以很多部分 无论是说卫星本身研究科学 或者是做通讯 或者照相什么 跟中大都很有关系的 那到月球上 你可以找找看 拍拍看场合在哪里 我就觉得这个不是科学内容 你也不告诉我 只是有涉及到学术研究的机密吗 倒没有 其实因为这都是小卫星 小卫星能做的事情不多 那就看中央大学为了怎么样发表 因为它有可能好多选择在做什么的 到最后能够挑出一个小东西 这小东西能够保证它的任务简单 可以完成就好了 中国的火星探测车 开始到火星上去漫游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天文一号 它终于把祝容给放下火星表面了 这个讲话也有点奇怪 但是不管怎么样 它登陆上去以后 天文一号落上去了以后 祝容车开出来了 那就看看吧 它如果有什么成果的话 那就应该把照片传回来 我觉得这一点 中国大陆很可惜的是 它有好多精彩的画面 不像NASA那样子 随时公布的 如果公布让大家会知道它到底进度是怎么样 它到底拍了没有 你的意思就是说它其实拍了 只是不公布而已 是吧 对 多半是这样 它会保留这些图像 你刚看到它现在release出来的 就是天文一号从背后拍那个轨道 也就是那个祝容号要下去的轨道 是这样的一个照片 但是我相信它们会得到很多照片 然后后面再往后一阵子就会出现release出来 会看得到好的照片了 但是如果它更早release出来的话 就能够做更多的科普工作了 火星上最近很热闹 上个月NASA原来准备在机制号火星直升机 完成了五次飞行任务之后 用科学的名义把它牺牲掉 没想到都是这样 没想到就活下来了 很多东西都是这样 韦伯不是也是这样吗 对 不是韦伯 韦伯还没上去 但现在是这样子 有趣的是 你说现在机制号 不是我们讲那个小小可爱的机制号 但是这个机制号 它已经飞了五次了 上次我不是说它设计成五次吗 那五次都成功了 那五次成功以后 NASA的科学家就已经得到了一个定心玩 可以开始玩更危险的事情 那第六次起飞了 飞得更高十公尺 然后飘得更远 一百多米要飞三四十秒 一百多秒再回来的 结果这次出了一些状况 还好 空中出状况 还是能够平稳的降在地面上 没有真的摔坏 所以还是可以继续玩 但是它现在 NASA已经开始 剧本丢掉了 开始玩一些想玩的刺激的东西 尤其飞到一些车子开不到的地方去拍照 意思就是说 这第六次以后 所有的都是额外的 对都是额外 就赚到了 对了 我刚才讲错了 那个名字叫什么 应该是什么 哈伯是吧 哈伯不是 哈伯 哈伯现在还能够贬强称词的 但韦伯快上去 对快大了 对对 但是我觉得火星这个机制号很重要 机制号如此有希望 它还可能怎么玩呢 就用你的想象力来看 他已经要说以前那些多半都是 小兔死走狗 碰一头撞下去 但是火星其实也不用撞了 它现在很重要的是 让它飞到车子到不了的地方去 过去你看到这么多 从最早拓荒者号 然后精神号 机会号 好奇号一直到这个 车子都能够到得了的地方 其实很无聊的 很安全 是 那你把这个直升机送到危险的地方去 起居不平的地方 你可能会得到很多新的知识 不过这一次我看到 NASA公布了好奇号 在3月5号到28号 一系列的云层的画面 是吧 哦 这个很漂亮 火星的云层 讲一下 文学家看到 应该特别感动吧 也就是火星上面 我们知道地球上的云 之所以看得到 因为它不是气体 它是液体 嗯 是小水珠才是看得到的云 不透明吧 嗯 那现在没有想到 火星上面 好奇号 都拍到了火星上面的云层变化 哎 经过影像处理以后 哎 那是有云的 哎 所以火星它不是只有科学家能去 文学家都能够去看着天空 在这做梦吧 嗯 嗯 那你把文学家想的也太简单了 哈哈 好 不只拥有全球性的地下海洋 木卫二 嗯 这两极还可能有深海火山 这个有意思 哦 对 这个很精彩 木卫二跟土卫二 嗯 都被观察到 在急需有 有那个水冰喷泉喷出来了 嗯 它只要有水冰喷泉 冰喷泉喷出来 第一个它有水 第二个有地热 嗯 有水有地热呢 那就可能有生命 那现在想地热怎么来的 那可能是木星对木卫二的潮汐作用 让它的内部核心一直处在炽热火热的状态 嗯 那不只是说底下有先水海洋了 嗯 它甚至会有海底火山 那如果有海底火山 从地球的例子看过去 好多原始生物 就可以在海底火山的旁边 深海热泉旁边 嗯 出现了 就是在比较极端的环境之下 出现的生物 嗯 对对对 那是充满期待的事情 对木卫二 还有什么 还有 土卫二 土卫二 对木卫二很大 木卫二叫Europa 欧罗巴 是 那土卫二是 Anceladus 那是很小的一个卫星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两个竟然 都有冰喷泉 嗯 所以你就发觉 其实太阳系的很多天体 物类行星 卫星 水冰都还不少 是 我们有机会 再来介绍一下 Europa 跟Anceladus 非常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